哈囉大家好我是雷卡星分大家好 那麼今天要搶先的帶大家來看 全新黑金凱撒的技能 好那這一次的凱撒即將在下個禮拜一的時候登場 那這次一樣是40抽保底 好那在這次還有除30送30的除職送好禮活動 所以讓大家魔法是不夠的 可以考慮一下這個全新的活動 好那再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隊長技能 那這次的水獸黑金呢 主要是主打全獸的主法為主 當然他還可以借其他的種族 不過不是獸類的成員 只能吃到6倍的單邊隊長倍率 並且只有1.6倍的生命力回復力加成 如果你是獸類成員 可以吃到54倍的單邊倍率 並且有2.88倍的生命力及回復力的加成 那再來場面上面有附加效果 可以在額外單邊減傷40% 那這個隊伍技能是可以直接上 敵方附加效果的 前提是敵方要能夠被上狀態 沒有無視控制才行 在獸類成員屬性服食兼具所有的服食效果 所以隊員組越多屬性 他的攻擊就只會越多 最好是可以組5個屬性的 那為什麼我剛才一直提到單邊隊長呢 因為他的副隊長其實是可以隨便搭配的 那他隊伍技能的話 只有凱撒作為單邊隊長就可以觸發的 那這張卡片有個另外的用途就是 他可以拿來當速刷隊友 因為他可以全隊進場CT直接-6 不限種族 那這個就有點像是克洛伊的那種感覺啦 可以搭配比如說像是Terry 那種直接進場無腦速刷 所以其實這張卡片 他也是可以去刷一些公會任務之類的 那再來必然增加轉租時間6秒 將移動所碰出的手六粒服食變成獸足服食 那這個6粒的獸竹服食呢 你只要每新增一個獸竹服食 就可以直接回6000點生命力 那這邊6粒就是回36000 那36000雖然回不滿 不過這一隊的話是可以靠主動技能啦 來去擋死或者是直接回血 或者是你主動技能有那種轉獸竹 整版獸竹的話他也是可以直接回滿的 那並且消獸竹服食還可以讓獸竹成員 額外再攻擊力6倍 那根據角色服食成員的屬性 如果說你是拉那個屬性的話 他就會相對應的這個控場 這個控場呢會直接觸發到隊長技能 可以有減傷 那這個有五種不一樣的控場 那基本上就是涵蓋現在大部分可以看到的狀態盾了 那水的話可以上洞結火的可以點燃木的石化光的電擊 暗的獵毒喔 所以基本上會推大家這一隊是主五屬的隊員 會是比較全面的 那再來是獸竹成員可以無視固定連擊 以及無視反手銷服食盾 每手銷一組成員屬性豬可以增加一連擊 最後可以額外增加十連擊 所以這隊內建直接高康 那再來如果說以這個黑金作為成員 隊伍中全獸的話 燃燒-1 卓熱地形-50% 這個OP之處在於不一定要凱撒當隊長 以後凱撒去其他純獸隊員打工的話 也是可以幫內隊直接無視燃燒跟無視卓熱 所以我覺得凱撒之後就算不當隊長了 當隊員的價值也是非常的高 那更甚至這張卡片 雙隊長可以隨便去打喔 所以他的組合性我是覺得是蠻多的 期待他實戰的一個結果 好那接著的話我們來看他的主動技能 他主動技能1是CD6 三分之效果 第一個可以點選三直行移除 並且掉落該成員的屬性強化珠 每點選一次獸類的直行 該成員增加一回合亢奮 第二點我可以理解為他可以點同樣成員的直行 那這樣最多他可以點三回合的亢奮嗎 兩回合內獸足成員直接無視連擊相盾以及敵方防禦力 第一個技能主要就是移除版面 或解三屬強化盾會蠻好用 那再來的話第二技能 聯繫魔導師 看到這五個就知道基本上就完了 沒有還行啦 如果說你沒有帶撞車魔導師的其他的相關技能就還好 因為聯繫魔導師他們是會互相聯動的 那相關的技能聯動大家可以去上網找一下他們到底是怎麼聯動的 好了再來他的技能是兩回合內 總共帶五個效果 第一個只能手臂消除符石 連擊combo提升100% 一步一傷潛之靈減除風暴 將移動了 碰觸到的符石 添加為獸類符石 那這個最後一個技能就可以幫他的隊伍技能去回血啦或增傷都行 所以第二技能 撇除掉這個聯繫魔導師而言這個是好用的 好 那這邊的話他就寫聯繫魔導師的發動能力 那這裡的話 接下來是語音禮包 那這是語音禮包的聲優 是金田劍翅狼老師 那再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更多的活動 首先登陸的話會送免費的10抽 那再來還有這次的武裝龍科 這個武光龍科就是用他自己去做成武裝龍科 跟之前的黑金武裝龍科的入手方式是一樣的 或者是首次抽到他也會再送你一個 那這裡的話他這個是隨屬性都可以去帶的 不過這顆龍科比較適合當隊長啦 當隊員的價值沒有那麼高 因為他當隊長的話可以直接武士拼圖盾 還可以減CD 當隊員的話就是只能讓獸類 有這個額外1.1倍的攻擊 那並且獸類的話還有生命力機子1.1倍 基本上就是當隊員的話就只能水獸去帶 好那我們來介紹下 下一週的地獄級關卡 在下個星期五就會登場 這張卡片我覺得有玩純魔可以入手 是6帶4個效果的 第一個 三回合內無視一步一傷 第二個 發動角色主該回合進入一回合抗憤 並且該角色應該說有抗憤狀態 不僅限於該角色 所以如果說你有上整隊抗憤狀態的功能卡 就可以搭配使用 好那有抗憤狀態的成員 是可以直接無視攻前連擊相等盾 隊伍中只有妖或魔的話 發動技能可以完全恢復的生命力 所以純魔的話基本上 他的解盾能力真的是蠻多的 所以有玩魔隊是推薦入手 那再來是他前線的雙周 那這個藍道夫 主要是拿來解羈絆的 他主動技能就是還好 然後CD6帶三個效果 第一個引爆凍結 以及電擊 掉落獸竹符絲 將敵人屬性轉換成隊長屬性 三回合內不受中毒 其實他這個解中毒盾 以獸隊來講還是值得去刷的 還是值得去刷一張的 但是他的羈絆能力的話 是綁 這個 游莉亞跟巫圖 那這兩張如果說有練這個雙周符 可以直接拉角色珠 並且變成種族珠 這個是還蠻重要的 那在下個月又有全新的 月挑戰了 大家可以 再燒腦一下 那麼以上都是這一次的 你的GNN情報啦 那大家覺得這一次的 水獸黑金技能做得怎麼樣呢 也都歡迎在這部影片底下 留下你的看法 為了大家還喜歡類似的影片 別忘了可以按下你的 訂閱按鈕 以及幫我按小鈴鐺 下次有新的影片就會提出你 腦上看看 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謝謝大家 那就祝大家 一抽入魂 都可以把新黑金給帶回家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大家掰掰 拜拜